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那今天的视频呢,我主要想跟大家聊聊天 同时呢,把我的这个增机的系列 也就是The Discipline Series结束掉 其实到今天为止呢 这个增机的系列基本上就是以失败告终了 大家一提起失败,就我个人提起失败 我也是比较害怕面对的 因为首先呢,我觉得比较羞愧 因为这段时间我并没有按照我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来执行,来进行这么一个增机的计划 所以呢,我就非常非常的挣扎和犹豫 要不要发这个视频 犹豫了很久,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左右 但同时呢,我又在想说 如果我继续进行我的这个增机系列下去 那我不仅仅是欺骗我自己 同时呢,我觉得对大家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因为很多小伙伴之所以关注我 就是因为他希望跟我一起成长 跟我一起健身来进步 那既然在这个阶段呢 我没有很好地执行自己的计划和目标 我觉得我倒是就应该把它结束掉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我真实的一个状态 那接下来呢,我会分享一下 在这个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增机失败,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大家看到左边这张照片呢 是我去年8月26号 在进行一场健体比赛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当时呢,是不到84公斤 大概是83.8左右的一个体重 那右边这张照片呢 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了,左边的这个照片呢 是有一些冲血的 而且当时在进行一个糖原消耗训练 右边的这个照片完全没有冲血 84.6公斤 也是今天我早上起来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看到 虽然当你体脂低的时候 你会显得更大一点 你的肌肉量会更多一点 但是呢,我的右边明显 线条没有那个明显 同时呢,我感觉肌肉量也小了很多 这就是我现在这么一个真实的状态 其实从咱们的增机系列开始的这段时间呢 我是非常非常的有动力去增机的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发了很多关于咱们如何制定计划 科学的制定饮食计划的什么一个教程 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按这个严格的计划 来给自己制定 同时也是那么做的 当时呢,在一定程度上 大概12月份的时候 我长到了最多是88到89公斤左右 有的时候是89公斤 但是从那段时间再往后 也就是大概1月份 一直到现在呢 我就一直在掉体重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从去年9月份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养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习惯 其实大家已经看到 可能猜到了 就是我从来没有正常的按点睡过觉 有的时候呢 是两三点 两三点算非常非常好的 这时候 有的时候四点 有时候五点 有时候六点七点 有的时候甚至上早晨八点九点 早晨哦 早晨八点九点睡觉 这个睡眠导致什么问题呢 就是包括今天 我随时都可以睡着 随时都可以醒来 只要是凭感觉走 表面上看着 OK 那你这样不是省时间了吗 实际上真的不是 大家看我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我摔老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的皱纹也很多 然后我的黑眼圈 大家已经看到了 皮肤状态也非常非常的差 总而言之 我就是变老了很多 同时因为缺乏足够的睡眠 还有生物中的不规律 导致我非常非常的讨厌吃饭 也就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厌食情绪 我之前给自己定的计划 是增肌的时候 每天吃四顿 只要达到自己卡路里的目标 然后营养素的目标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实际上呢 能够吃三顿 是最撑死了就吃三顿 那常态呢是吃两顿 有的时候甚至只吃一顿 然后只是让自己活下去 就这么一个状态 那大家看到 我吃饭和睡眠 比普通人做的都差 在这个基础上 不管你怎么练 因为我训练嘛 平时大家也看我视频什么的 我训练其实还OK 每天都保证正常的训练 但是在这种恶劣的 这种恢复的环境下 我就在不断的调替中 我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试图在调整状态 这也是我没有 就是及时的把这个增肌 或者是及时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状态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还能调整过来 但结果是 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所以到这个点 我觉得我必须得把这个结束 然后告诉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其实过年那段时间呢 我父亲过来看我 然后跟我助理一段时间 其实他刚才 当时过来的主要目的呢 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把我的生活中调整过来 他每天都在跟我说 每天都在跟我说 但是我当时 就是不听 就是不听 造成的结果是 本来他每天12点睡 我每天早上6点睡 后来折中了一下 我们俩每天都凌晨3点睡 非常非常搞笑 但是呢 这就是事实 最终还是没有调整过来 然后身边的朋友 包括小柯 努努都在 就在说 帅哥你再这样就猝死了 然后 父母也在不断跟我说 朋友也在不断说 你这样不行 怎么怎么样 但是 我总觉得 年轻嘛 我都可以 但是 现在想起来 我真的太愚蠢了 我看以前的视频 再看现在 我觉得 我的妈呀 真的是老了很多 其实 把这个分享给大家呢 就是想让大家把我当成 一个反面教材 因为 这是真实发生在 我自己身上的 不吃饭 不睡觉 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训练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一直都是比较轻松的 一件事情 因为可能大家关注我 或者是我一开始分享 健身方面的内容 都是因为我喜欢健身 就是断练本身 那如何平衡好你的生活 以及除了训练以外的 其他东西 比如说饮食 睡眠 休息恢复 等等等等 我觉得才是我面临的 最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大家一定要想 有自己的 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 那这个东西都是你不可 避免的一个挑战 所以如果你们 其中某些小伙伴 面临的如果跟我有 同样的问题 或者相似的问题的话 一定不要像我一样 等到现在身体有所反应了 就是开始真的是讨厌吃饭 然后每天睡觉 都是根本就没有规律的情况下 再进行一个反应 再去改正自己的问题 而是要真正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从一开始 吃饭和睡觉 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一定要好好重视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的一两周呢 我主要的目标 就是调整我的生物钟 然后把我的作息和饮食 还有训练 当然了 这三个基本的东西 调整过来 这已经不是说 我现在要平衡好 我的生活和其他的东西 而是说 其他的事情 我现在都可以放到一边 不做了 而是也要把生物钟 先调回来 同时如果大家有任何 好的方法 或者是你经历过的 比较成功的方式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给我 因为我真的很需要 一个好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比较科学的 东西来帮助我实现一个 正常人的这个作息时间 好吧 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能不是大家想听的一些 关于健身干货呀 或者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 而是有很多负能量的因素在里面 但是呢 我觉得 就是我现在这么一个状态 我有责任 也希望能够分享给你们 再过两天呢 其实就是我的生日 3月18号 那如果大家想送我礼物 当然了 我也很开心 就是开个玩笑 3月18号当天呢 我准备了一份大礼给你们 同时也是相当于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吧 可能参与的方式 目前我打算只在微博进行 然后也希望到时候 B站和YouTube的小伙伴 能够去微博进行参与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微博它那边有一个 比较方便的方式来进行抽奖 因为当时我会有 非常非常多的奖品 来自各个赞助商的 我把它们就都弄到一起 然后进行定期的 这么一个抽奖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